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王赫蒂 这次和自己的老大帮沈月是分到了一个组里 其实他也有一段时间了 跟之前的合作 你觉得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 我觉得我们俩都相比在一起拍戏的时候都长大了吧 就是都感觉成熟一些了 这一次呢 因为东方青苍这个角色很多人喜欢你 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你觉得这个角色 包括这个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 非常感恩 然后也非常幸运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可以这样一部戏 而且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感称他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很很很自信地说 这是我的一个代表作吧 嗯 就是在演戏的过程当中 因为现在年纪毕竟还是比较年轻嘛 会觉得有的时候也哪些方面还是需要多去学习 然后多去改进的 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年演员 我自己的路还有很长 我觉得其实各方各面任何的一个演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他的这个优良品的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去精进一下 就是还有很多需要精彩的地方 现在已经发现自己有爱上演戏这个事儿了 当然我觉得从第一部戏开始过后 我觉得就要热爱上演戏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能让你开心的那个点在于哪儿? 什么瞬间会让你觉得特幸福? 我觉得有时候是去探索到角色的那种内心 然后或者是演个一场比较成功的戏的时候那种成就感 还有就是完全的塑造一个角色 我觉得那个角色是先火的是有生命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 其实这段时间真的上热搜的次数很多 而且话题也特别有意思 就是哪个话题让你觉得 或者哪几个话题让你觉得一样特别深 怎么这个话题能上热搜? 我就说最近的吧 最近新生大海那个被鸡踹了一条 这个是真的就是 你要澄清一下 没什么好澄清的 就是看到的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我在抓鸡的时候 就正好有这些鸡从我的头上降落 就踹到我的头了 对对对对 就很抓麻 那你后来回来看这个画面感觉怎么样? 画面就自己也根据哈哈当下 那你是有偶像包袱的人吗? 我不是 我就是了解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这个词就是跟我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 很多网友这次看完你在新生大海里面的表现 都开玩笑说 觉得你挺有演喜剧的天赋 有人这么说过吗? 就是也有过吧 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也非常愿意去尝试 而且我后面有一部叫今日一加油的戏 也是有一些喜剧元素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觉得自己特别希望去挑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有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小片单吧 就很希望演的 我目前来说是非常想去尝试现实主义题材的戏 然后或者一些比较成熟一些的 比较能够呈现男性 男性荷尔蒙的man一点这种角色的戏 对 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在未来 赫地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我要的爱 只在你身上存在 要不是你 不会哭得笑得傻得像小孩 在一起不简单 别轻易 说分开 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 依赖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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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